飞虎队,鬼子万万没想到刘虹在中国竟然抢了日本银行 1942年,鬼子实行三光政策 所谓的三光政策就是抢光,杀光,烧光 派出大军扫荡,八路军根据地 总部下达命令,让刘虹和王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以此来给敌人施加压力,为前线的部队分担一些压力 可怎么做才能让鬼子感受到压力呢? 刘虹也很苦恼,此时的他已经和鬼子斗争了五年 在这五年里,他三日一小抢,五日一大劫 刚开始还能把港村气得原地爆炸 后来对方居然慢慢习惯了,但是这样可不行 刘虹为了打出声势,想出了妙招 没想到这一招太狠,居然差点惊动日本天皇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绝招呢? 请听解说慢慢到来 为了保证成功率,刘虹决定还是在火车上动手 但是在火车上动手,只能干点小偷小摸 哪怕遇见粮食军裂和军火高铁,也顶多只能抢下一小部分 鬼子戒奔森严,不好动手 思来想去,方琳嫂告诉他们 在日本的火车中,有一类列车叫做票车 顾名思义,那是一种运送钞票的火车 如果截了它,就相当于抢了日本的银行 这种运钞车,结构奇特 前面几个车厢载人,最后一截车厢装钱 飞虎队决定伪装成乘客,在半道实施抢劫 车上有十多个鬼子,还带着机枪 刘虹提出建议,让队员们先靠近鬼子 中途让鹏亮潜入驾驶室 利用火车的刹车当信号 到时候,所有人一起动手 到了行动那一天,林中带着烧鸡米酒上了火车 馋的鬼子咽口水 林中一口一个太君叫的鬼子只喊妖喜 误以为是良民,这边算是吃上了 王强和鲁汉有样学样 各自找了一个太君去眯洗 小坡是个手艺人,拿出土琵琶唱山歌 欺负鬼子听不懂中国话 嘴上叫着太君,却唱起了抗日歌曲 几个太君狂啃鸡屁股 没想到死神已经描上了他们 火车进了预定的包围圈 正为打开手电筒,给鹏亮当信号 控制火车的鹏亮看到后 立刻拉动火车闸 火车突然停下来 鬼子猝不及防 飞虎队却早已等待多时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车厢里耍起杂技 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全被报销了 刘虹闯进最后一节车厢 发现鬼子运送的钞票满满当当一大袋 刘虹当下决定 为了造出更大的影响 把钞票全部分给老百姓 这下鬼子的运钞车被打劫的消息 一下子传开了 这边港村接到电话 票车被截 连天皇都被惊动 港村带着大部队 前来追杀飞虎队 不成想,刚到地方 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